为什么饭店的腌萝卜总是吃不够 其实方法很简单 首先准备一个白萝卜洗干净 切掉头部和尾部 不用去皮 一切四瓣 然后改刀切成一圆硬币厚度的小薄片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盆总 撒入适量的精盐和一小勺白糖 盐可以使萝卜的水分能够快速的撒出 糖能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然后咱们给它翻拌均匀 撒水30分钟 如果你一不小心刷到我的视频 男姐得麻烦你点事啊 点个赞呗 就是冲着手机屏幕点两下 你看我都这么说了 就帮我点两下吧 谢谢你们了 这个时候咱们调个料汁 空碗中加入一大勺黄豆酱油 一勺陈醋 一勺白糖 再来少许精盐和味精 最后加入提前切好的姜片 蒜片和小米辣 再看看我们这些萝卜 撒出多少水分 然后全部给它倒出 再加入清水 反复的清洗几遍 洗去萝卜里面的盐味和辛辣味 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 把水分给它攥干 再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家人们这一步也很关键 一定要加入一两的高度白酒 放白酒呢 可以起到杀菌蒸脆的作用 长时间保存还不容易坏 吃一冬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后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即可 萝卜咸菜这样做 清脆爽口 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老铁加个关注 关注我 你不会损失啥 等你有啥不会做的时候 没准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